我觉得的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低点 甚至有的专家称自由落体 因为在此前 尽管中美双方在 比如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期间 也会有低潮 中美关系一直有波风波谷 但在过去 中美之间还保持着一个基本的共识 双方要保持比较良好的工作关系 但是我们看最近 无论美方采取的措施 比如说关闭我们的驻休斯顿的总领馆 还包括美方的种种言论 比如说美国的国务卿 在尼克松图书馆门前 做的那番长达24分钟的 充满冷战思维的演讲 都让人感觉不寒而栗 这样下去的确会对中美关系 产生极大的影响 目前美国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对中国的留学生 中国的企业人员 政府官员 采取了很多的这种限制 包括学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 的确我们中方 我觉得采取的态度 应当是王毅外长 讲的两句话 王毅外长讲的第一句话 就是第一 我们要坚定的同时 也要保持定力 就我们既要理性 又要坚定 看到中美关系的大势 看到全球化的这种大势 我们不轻易的被摇摆 但是我们要有定力 第二一点 就是我们不随美方起舞 但同时 我们要切实的保护好 我们自己的利益 也不能允许美方胡来 我觉得这个话 说的也很清楚 随美方起舞 就进入了美方的圈套 美国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 右翼人士 想借此机会 毁坏中美关系的大局 抹黑过去 40多年间 中美建交之后 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随之起舞 落入了他的圈套 但与此同时 对于美方所采取的措施 我们要坚定的保护 中国的民众 我们的中国公民 和中国企业的利益 刚才说到 我们中国企业 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 我觉得一方面 中国企业要坚定相信 中美关系的大势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和平和发展 依然是世界主流的情况下 这种大势 不会被任何人所左右 但另一方面 作为企业 的确要有避险的心态 你比如说 过去中资企业 往往一些企业选择 到美国去上市 现在看到我们的企业到美方 受到种种的白眼歧视 甚至刁难的情况下 是不是选择把我们 上市的地点选在美国 还是留在我们国内 留在A股 留在甚至我们的香港恒生股市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 做出更有效的判断 总之 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企业的崛起 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这方面 我们要保持坚定的同时 抓住发展的大势 把自己做大了 办好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才能无惧 所来的任何风雨 谢谢大家